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女儿今年三岁 她现在非常喜欢童话故事 每天晚上她都要叫我陪她看一次的迪士尼童话 那迪士尼童话播完以后呢 每一个影片最后她的结局都一样 都是说我们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从小孩子的这种期待看来 而且我们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 也都希望我们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从小到大 你至少会有一个生日愿望 是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 如果我们可以去选说 如果所有的人类的共识 应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很可惜的幸福快乐日对人类来讲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呢 从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里面 我们就发现人的天性 其实是不容易幸福的 好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说 啊 糟糕 我们人希望幸福 但事实上我们又没有办法幸福 怎么办 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常严重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不可能啊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人世间很多事情 它应该都是好坏参半的 为什么人会天生不幸福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用几个 有趣的心理学的研究 跟大家分享 人确实是很难幸福的 好 这个是一个很知名的知觉图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 A跟B这两个方格 请问大家你觉得 A这个方格比较暗 还是B这个方格比较暗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A这个方格 它看起来是比较暗的 它的灰阶是比较暗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把一些地方遮住 那你可以看到它持续遮住的情况底下 到最后就只剩AB这两格的情况底下 你会发现这两格它是一样暗的 它这两格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展开来 你会发现 A这一格好像 看起来它是更暗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明明这两格它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看起来就会有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大脑 对于整个环境 对于我们人的所有的知觉 它不是一对一在判断 它会收集我们环境所有的资讯 然后自动地帮你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我们的大脑 有一个自动比较的一个系统 这个自动的比较的系统 不只是知觉上 它还包含着我们的人际网路上 有很多研究发现 我们只要听人讲20秒的话 我们只要听到有一个人的笑声 我们就可以自动地判断 这一个人的阶级 这一个人的射精地位 大概是怎么样 好 那你觉得 没关系啊 你可以自动比较 这样很好啊 我可以比较到 我到处都是高人一等 我到处都比人家好 那我应该很开心 是这样子吗 大家先来看这个问题 大家先想一下 如果你在这个全场的观众底下 如果你以聪明才智 你觉得你是在50%以上 还是50%以下呢 我们或许不用回答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以下这几个研究的数据 你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们收集了上万个中学生 然后他们去问这些中学生说 你觉得你跟所有的中学生相比 你的领导能力是在平均以上 还是以下 问他们你们好相处的程度 是在平均以下还是以上 结果他们发现 这些上万名的高中生呢 有70%的人觉得说 我比人家好 有85%的人觉得说 我比人家还要更好相处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精确地 侦测他自己的能力的话 那应该要是一半一半才对 但还有更有趣的 他们还有一个研究去问教授 他们问教授说 你觉得你的教学能力 在所有的教授当中 是一半以上还是一半以下 同样的 如果是他们正确地评估 自己的能力的话 他们会说 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一半一半 但是他们发现 有94%的人都觉得 我比别人好 所以这个结果 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 我是比别人好的 好 那这就很有趣啊 我们大脑会自动做比较 但是我们又觉得 自己应该要比别人好 那怎么办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我们比较的结果 你输的 你觉得自己看起来 比别人不好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自动比较 就常常让我们发现 我怎么又输给别人一点点 那第二个研究呢 他们去找了一个 一群非常喜欢看篮球比赛的学生 然后呢 从这些学生当中呢 给他们抽奖 所以有一半的人呢 有抽到这个篮球比赛的门票 有另外一半的人 他没有抽到门票 好 那接下来呢 他们就问 那些没有抽到的人 他问说 如果你要买这张门票 你要获得这张门票的话 你愿意花多少钱 那他们调查的结果发现 这些没有抽到 他们愿意花175块去买 也就是说 看篮球赛这件事情 对他们而言 值175块 但是同样的 他们去问那些 有抽到门票的人 问他们说 你愿意花多少钱卖 大家要不要查看看 如果是你 你觉得他们愿意花多少钱 才要卖 他们的结果发现 他要2400块 他才愿意买 为什么 这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心里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失去的代价 远比获得还要更高 这是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校 得主斯大勒他所发现的 好 那我们人类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效果 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天性 我们每一件事情 总是会有获得跟有失去 但是我们就会对失去 特别的在意 特别的敏感 第三个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我们对不好的事情 会印象深刻 大家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你不是人类 你是草原上的一批快乐的羚羊 今天风和日丽 你不是要来听演讲 你是要出去玩 所以你跑啊 跑啊 跑在一个草原上 很开心 那你突然在一个河边 你遇到一头狮子 他要来吃掉你 怎么办 你当时赶快跑 赶快努力地跑 当你逃出生天以后 接下来隔了几天 又是风和日丽 你又想出去玩 请问你会再去那一个河边吗 你一定不会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一个河边有狮子 你可能会被它吃掉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对腹象的记忆印象深刻 是帮助我们生存 是生物体的天性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记得那些不好的事 好 那这就很麻烦 刚刚我们介绍我们人爱比较 我们又对损失非常的在意 我们又容易记得坏事 这是不是就表示 我们刚刚所跟各位介绍的 我们就不容易快乐 我们就不容易幸福 听起来好像很糟糕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可以幸福快乐 但是事实上这些天性 又让人类没有办法幸福快乐 那怎么办 那就我而言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 没有人是天生就可以幸福的 没有人可以天生地比我幸福 而且他还告诉我 只要你愿意付出 只要你愿意练习 你去学习 你就有办法获得你所想要的幸福 所以练习是我们人类 是我们的大脑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 它用来帮我们克服那一些 自动导航的部分 当我们人类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天性 去感受那一些不好的事 去记得那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练习去创造出 另外一条道路 当我们持续地 用某一种方法去练习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网路 就会重新地连结 它会帮助我们 产生一个新的连结 新的方式 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新的方式 去直接地 去感受这个世界 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说一分的练习 就会有一分的幸福 不会有哪一个人 天生可以比你更幸福 好 那要练习什么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好啊 那要练习 那我们究竟可以练习什么 跟各位分享两个原则 第一个 我们要练习活在当下 我们要练习去感受 去发现生命当中的美好 我的女儿很喜欢 在晚上的时候找我玩 因为我们下班的时候 回去 他看到我 就非常开心 说巴巴巴巴巴 陪我玩 但是常常有的时候 我会惦记着 我明天还有什么事 我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 我要赶快去做事 所以在陪他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很焦躁 我会觉得说 你可不可以赶快结束 我要去做接下来的事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样子对我的女儿 跟对我都无济于事 我们两个都不幸福 他没有一个专心陪他的父亲 我也没有一个跟我女儿快乐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后来学到 我应该要把一段时间 把所有的事情放下 专心地陪他 这样子他有一个专心 跟他一起在一起的父亲 而我也有一个跟女儿在一起 非常快乐的时光 我们人在很多的情况底下 我们会感到焦躁 我们会感到不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着未来 我们担忧着未来 所以我们会感到不安 那有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忧郁 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着过去 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 让你觉得痛苦 所以当你不断地想着过去 不断地担忧未来的时候 你就很难感受到 你当下快乐的感受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练习的法门 就是我们要练习活在当下 第二个 我们要开始练习 怎么样做自我觉察 为什么要做自我觉察呢 刚刚我们介绍到了 第一个 我们人类的天性 我们会对负向的情绪 特别敏感 当这个负向情绪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 及时踩刹车 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它会勾起你很多 负向情绪的回忆 然后让你这个负向的情绪 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而让你更加的愤怒 更加的痛苦 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星星之火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把它扑面 不要让它很快地扩散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练习 去感受 去觉察 觉察那些负向的情绪出现 一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学着退一步 不要再受这个负向情绪的影响 我们要观察这个负向情绪 不要评价它 不要给自己带来困扰跟痛苦 好 那这是负向情绪的部分 那快乐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人类不容易感受到快乐 因为我们对正向情绪 相对的不敏感 所以当你可以提高 你的自我觉察的时候 你也相对地可以感受到 你也可以对你的正向情绪 变得更加的敏感 所以自我觉察的好处 帮助你阻绝负向情绪的扩散 而且帮助你去发现正向的情绪 好 那这两个法门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常推广的一个 正念的训练 正念的训练 正念的训练不见得你一定要静坐 不见得你一定要去禅修 你可以透过非常多的法门 很多瑜伽的运动 静坐的运动 跑步的运动 它都蕴含着我们刚刚讲的 这两个法门在里面 只要我们可以试着去练习这两个法门 练习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确实会感受到 非常多幸福的时光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 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事实上 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童话故事 幸福快乐的日子并不容易 但是要怎么办 刚刚我们讲过它需要练习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练习真麻烦 它真的很麻烦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没有人从小出生的时候 你就会骑脚踏车吧 但是你现在在骑脚踏车的时候 你需要去思考吗 你需要去想说我等一下我要怎么样 才能骑脚踏车吗 你不需要去思考 所以我们人的学习就很像是这个样子 当你不会 没有办法去侦测到幸福与快乐的时候 你花一段时间去练习 练习久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力 而这个能力它是不容易消退的 它会一直跟着你 它可以持续地让你保有 感受到快乐的能力 它可以持续地让你保有 侦测到负向情绪的能力 这样子你的生活 才可以慢慢地朝向 我们所要的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幸福很简单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但事实上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它当中的关键就只有一个 我们去发现 我们去了解幸福是需要学习的 然后找到适合你的学习方式 然后持续地练习它 这样才是真正的 可以让大家可以从此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它真正的关键就在这里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